這個你認識嗎 大家好我是Paul 追到這我英文氣度 這不是我啦 這是演那個冰與火之歌 權力遊戲裡面的那個侏儒 然後後來當了宰相 如果你沒看的話那不好意思 但總之那個劇很好看喔 我們或許最後一季是蠻爛尾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那劇很值得看 所以推大家去看 那他是裡面一個要角 可以算是應該就是主角了我認為 因為他活到了最後 裡面很多人領便當 但他沒有領到 然後他當了那個新國家的宰相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故事 因為他本身是侏儒 就很矮很矮的那一種 那當然你可以想像在他演員的這個生涯中 一定是波折很多 但是他就說了一下下他的這個 這邊有個感想 我們就來讀一下他說什麼東西 那他的名字叫做Peter Peter Dinklage 所以當他年輕的時候 右邊這一個 或者左邊都年輕啦 對不起 他現在絕對不是長這個樣子 那時候的頭髮超屌的 好他說 他討厭幸運這個字 因為對他來說他人生沒有幸運這回事 I hate that word lucky It cheapens a lot of hard work 所以所以說人家你很好運 你很lucky 那就會把這個hard work呢 搞到很廉價了 所以互取這個人其實很努力 然後他成功的時候你說他運氣不錯 不對啊 他是努力得來的 他不是運氣好 OK 所以cheapen這個字就是 cheap就廉價嘛 那加個em變動詞 So it cheapens a lot of hard work Living in Brooklyn in an apartment without any heat and paying for dinner at the bodega with dimes 那這邊是一個分詞構句 走到這邊完全沒有主詞的出現 逗點後才是主詞我 所以這邊分詞構句說的 修飾就是母句的主詞 就是我 OK 所以我呢 住在布魯克林 住在一個apartment裡面 然後沒有任何的heat 也就是說付不起暖氣費 簡單說 然後再用dime 來付錢買晚餐 在這個bodega 這bodega我們做過一集 總之就是類似於我們台灣便利商店的一種存在 但是在紐約那邊 很多的bodega 但他們就不會把它叫成convenience store 他們就叫它bodega就是了 好 所以他總之 Living in Brooklyn in an apartment without any heat and paying for dinner at the bodega with dimes 那dime剛才還沒講 美國 或像北美都一樣 他們的錢幣齁 我們不要講紙鈔 我們就講錢幣 錢幣有不同的面額 那這邊稍微整理一下下好了 那在加拿大 同樣是北美 加拿大有toony 就是兩塊錢 一枚兩塊 那也有loony 就是一枚一塊 我應該有拼錯 好像是這樣子拼 有點不確定 等一下我再來確認好了 好 然後 或許我現在就確認一下 不需要等 來 loony 好 照相拼錯了 來 改一下 Kevin Looney 靠北啊 好 我們加個Canada coin這樣子 好 NIE 所以我剛沒拼錯 那再加個toony 是不是一樣 對 沒有錯 OK 好 所以toony loony 這兩塊跟一塊 那美國沒有 一塊錢的錢幣 美國就是 Dollar bill OK One dollar bill 一塊錢的紙鈔這樣子 好 anyway 所以加拿大有 toony loony 那再往下 所以比一塊錢還小的呢 就是quarter 就25個cent 這樣子 那quarter下來呢 就是10個cent 叫dime OK 10 cents OK 那接下來呢 則是nickel 那nickel就是5個cent 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也找一下 因為nickel這個字我還真的常常拼錯 OK 好 5 cents Alright 所以nickel OK OK 所以這是5個cent 那最後則是一個 Penny Penny就是一個cent 這樣子 OK 那在美國基本上 一樣 OK 所以有quarter有dime有nickel有penny這樣 好 有沒有nickel 算了 這個 不講究 來我們再看下去 所以他就用dime 也就是說他用 一個一個 一枚一枚的10cent 湊一湊 去買東西吃 Pain for dinner at the bodega with dimes I don't think I felt myself lucky back then 所以他覺得 他沒有運氣好 他很酷 Doing place for 50 bucks And trying to be true to myself as an artist And turning down commercials Where they wanted a leprechaun 所以 這不是一個完整句子 但總之 反正你聽懂了 他就是用了一個分詞 然後 處理一下他當時的歷史 所以他那時候會do place 也就是說去演演話劇 然後演一場50塊錢 for 50 bucks 那不多 而且呢 他還要面對自己 他還是守著本心 身為一個藝術家 Trying to be true to myself 對自己 保持真誠 As an artist 以及會把一些廣告給推掉 不接 因為那個廣告只要去他演你 只想要去 只想要讓他去演一個東西叫leprechaun 什麼是leprechaun 就是這種 小精靈 他一定是矮的 然後他是在 彩虹的末端 有一桶金子 然後他就是那個去收集金子的 小精靈 你看這邊就有一個gold OK 那甚至可能在一些故事裡面 他還是邪惡的 可是在很多故事裡 他是可愛的 不是壞人的 OK 所以這個綠色小精靈 那會找他演 因為他是豬鹿 OK 所以這邊再看一次 So doing place for 50 bucks and trying to be true to myself as an artist and turning down commercials where they wanted a leprechaun OK So saying I was lucky negates the hard work I put in 所以你如果說我運氣好 那你就等於 否定掉了我 所付出的努力 所以否定掉這邊一個動詞就是negate 你可能比較記得 positive跟negative 那他是形容詞 positive 正面 negative 負面 那negate 就是他的動詞 那他有名詞也是negation 好anyway 所以你如果說我運氣好 你就negate掉了我的努力 So saying I was lucky negates the hard work that I put in and spit on that guy who's freezing his ass off back in Brooklyn 所以同時也等於像是在 對當年的我吐口水 所以吐口水就是spit OK So you negate the work that I put in and spit on that guy who is freezing his ass off back in Brooklyn 所以freeze his ass off 也就是 冷到屁股都掉下來 OK 好 So I won't say I'm lucky 他就沒辦法說他自己是運氣好的 I am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or attract very talented people 所以他的運氣是 他有好運能夠去找到 或者是吸引很有才華的人 So I am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or attract very talented people 而 總之 也不是是什麼原因 他們找到了我 我也找到了他們 for some reason I found them and they found me 所以他認為這是他的故事 所以他不覺得他的人生有 運氣好的成分 他只是運氣不錯遇到對的人 但他事實上是非常努力的 所以這段話我覺得 說得很好 所以今天來分享一下 給大家看看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